之前我们在拍 Hara H2 的时候呢 就有人讲为什么我们不讲一下这个 TGO 7 Pro 今天它不是来了吗? 在我身边的就是即将在马来西亚市场发表的 TGO 7 Pro 官方表示它的售价会低于 13 万马币 这个价格有没有竞争力? 今天就来看一下它的配备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我相信消费者们可能会好奇这个 TGO 7 Pro 呢 是什么等级的车型? 如果是以 Omoda 来讲呢 它是一个正统的 B Segment 如果是 TGO 8 Pro 的话呢 它是一个 C Segment 但是它有 5 加 2 的座椅设定 它主要竞争的对手就是这一个 T1 Old Space 那么在这个 TGO 7 Pro 的部分呢 它也是 C Segment 但是它是一个 5 座的车型 除此之外呢 因为它价格的关系 所以它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 Proton 的 S70 还有这个 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虽然讲呢 TGO 7 Pro 是一台 C Segment 的 SUV 车型 它瞄准的族群呢应该就是家庭车 可是呢你从它的外观设计可以看出 它是比 TGO 8 Pro 更加年轻一点的 所以它瞄准的消费者应该是在 28 岁到 40 岁这段期间的 可能对动力有点要求 但是又需要这个家庭用途的消费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 TGO 8 Pro 的 5 座车型 可是它的整体的外观设计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不一样 例如讲它的这个 LED 的头灯组 你近看它的细节的话 其实它会比起这个 TGO 8 Pro 更为精致一点点 然后它的中网也采用个类似 Omota 那样的那个凤梨皮的设计 有很多小水晶做一点缀 所以它跟 TGO 8 Pro 的这个辨识度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一眼就看得出它是 T7 皮 而且呢 这边它并没有雾灯组的设计 它采用的是一个广格的设计 然后配这个蓝色的线条 你不要以为它是好看而已 其实你仔细看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进风的设计 因为它左右两侧都有一个 Cooler 它可以让你这个风量进去的时候 把这个 Cooler 的热量带走 达到一个更好的降热效果 在它的轮圈跟这个刹车的部分呢 又是一个凸显它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地方 因为它的刹车卡尖是红色的 在轮胎的尺寸部分呢 让我有一点点小惊讶 因为这个 TGO 7 Pro 它采用的是 18 吋的轮圈 尺寸是 225 55 R 18 虽然对比这个 Proton X70 的顶配版本呢 它用了 19 吋 视觉效果比较饱满 但是 19 吋呢 对于这个悬吊的负荷是比较重的 而且 19 吋的轮胎以后你更换的费用也会高很多 所以 18 吋我觉得是一个刚刚好的设定啦 OK 在尾部的设计部分呢 它其实跟 TGO 8 Pro 采用的一样的连关式尾灯设计 但是它是比较简洁 它没有那么花里胡哨 可是我必须讲真的 相比起 TGO 8 Pro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设计 简约好看 它下面也有两个排气管的设计凸显 然后再往片面看的话 你可以现在它写着一个 290 那么这个 290 是什么意思 Cherry 的车款它们的引擎分类就是看这个号码 如果是 230 的话它是 1.5 的 Turbo 290 的话它是 1.6 的 Turbo 390 的话那么就是 2.0 的 Turbo 然后在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就是 相比起 TGO 8 Pro 的话 这个 TGO 7 Pro 它的车身是比较矮一点点的 然后它的车身是比较低趴 所以代表它的重心比较低 我刚才去查了资料 这个 TGO 7 Pro 它的离地高度是 175mm 非常非常的矮的其实 那么对比起 TGO 8 Pro 的话 TGO 8 Pro 的离地高度达到了 204mm 所以如果是讲离地高度的部分呢 这是比较矮也代表着它的重心比较低 确实它的操控表现也是目前我所开过的 Cherry 的车款里面操控最好的那个 那么这辆车很自然的它是有这个 电动尾门开启的按下它就会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尾箱空间的平整性其实还 OK 然后它有这个隐私隔板就是讲你的东西放后面 你隐私隔板拉起来它就可以折掉 然后在这个开口的高度部分呢 我是觉得它的开口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高 就是它差不多到了我的大腿这边 所以搬中屋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辛苦 不过有个好处就是 它后面配备了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打开这个引擎盖 它是有这个油压顶杆的 所以你很轻松就打开一打开 但是打开引擎盖之后你是看不到 Engine 的 为什么 因为它们为了这个整洁性来讲啊 它们设置了一整片的铺板盖着那个引擎 然后这个铺板上面还有点 Carbon Fiber 的材质 那么在引擎的部分呢 这辆车其实它配备的是 1.6 公升的 TGDI Engine 也就是这个捆盆动力啦 在中国市场呢 这辆车其实是配备了有一个 1.5 的 Engine 跟一个 1.6 的 Engine 1.5 的 Engine 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Omoda 的 Engine 啦 可是这个 TGDI Engine 的部分呢 它的动力表现会更强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9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90 Nm 如果是讲我们在这个 130 千的价位里面啦 它的动力表现肯定是最强的 另外呢 它配备的这个变速箱 也是这个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但是它只有前轮驱动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 0 到 100 加速大概是 8 秒左右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的动力表现 跟这一个它的变速箱表现呢 我觉得其实整体开起来 同样的它会比这个 TGDI Engine 的 2.0 公升更好 因为其实呢 除了这台车之外呢 我也开过这个奇瑞集团的另外一个品牌 就是 JQJ7 它用的也是一样的动力配置 同样的那一台车的动力表现 我也是觉得比起那个 2.0 的 Turbo 还要好一点点 不过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在低速的时候 它的 Torque 来的比较快 所以会有这个比较轻快的感觉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高速公路行驶的部分 2.0 肯定是比较占有的 可是如果以这个价位有这样子的 Engine 动力配置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重点是它是 4 干 我真的是第一个开这台车人 你可以看到这辆车现在上面它的这个荧幕啊 它的 Steering 上面的 Button 啊 还有这个排档杆 上面全部都还有这个 塑胶的贴纸黏着保护它的 所以这台车 我真的算是它第一个它的主人 不过开玩笑 我要讲这辆车的重点 其实它的内装设计部分呢 跟这个 Tigo X Pro 是真的是接近一模一样 质感的部分当然是很好 在这边上层哦 你摸得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 然后它的门板跟中控台的正中央呢 还有一个氛围灯的设计 然后这个氛围灯是有 64 种颜色可以选择的 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在你听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它跟这个 音乐的律动去更换颜色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酷一下的 然后除此之外整体来讲 应该有多东西它都有 而且质感的部分是我真的喜欢的地方 不管是你摸得到的 Steering 还是门板 还是这个座椅的皮革 基本上都是超级软的那种 做下去很好 当然啦它也是有这一个完整的这个 LV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这个540 度的镜头 这一些功能对于这个一般的驾驶者来讲 你要parking也好还是你长途驾驶的时候 都可以给你一定的安全性 OK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点就是那个车车盲点侦测啦 因为这台车的体积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点盲点 你看不到那个 从旁边跑出来的Motor 如果有盲点侦测的话 这个东西就真的蛮好用一下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到它的基本功能 它在基本功能的部分这辆车是有一个马来西亚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空气净化功能 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的空气市场会被这个邻国的烟埋所影响 它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的话 就代表着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在车里面吸收到这个 新鲜的空气 然后它的这个冷气控制面板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跟Tiko X Pro 一样的触控式按键 虽然讲我是一个很坚定的实体按键 可是在我开车的这几天呢 我觉得这个控制呢 基本上还算是可以接受啦 就是不会到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忙操作 就是稍微看一下 宽头的到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主机最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它支援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啊这个是目前马来西亚人真的很需要的东西 总体而言这个内装设计我觉得在13万马币里面啊 我觉得它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尤其是这个质感跟植物空间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边有手机的无线充电机架 自备座 都可以放包包 然后打开这边它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中央复兽 而且它是有这个空调系统的也就是讲 你的冷饮 所以我讲我现在喝着这个Telping 我怕它不冷了我放进去 它里面是有一个 冷气功能的就是讲像冰箱这样子它会让你的这个 饮料维持在一个冷冻的状态 这一点好平 最后就算讲到它的天窗 它是有天窗的而且它是全景天窗直接到后面 看起来 视野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大热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热 那么在后座空间表现的部分呢这个后座的门板也没有透空间了啦 虽然讲上面是硬质的塑胶但是质感的表现不错 然后下面这边是软的 所以你的手放上去的话 触感不错 然后以空间表现来讲的话 这辆车的轴距是2670mm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跟Proton的 S70一模一样 相比起Kego X Pro的话 那么它大概是短了40mm左右 但是因为这辆车它是一个Fight Seater的关系 它后面不需要预留空间给 第三排座椅 所以整体它的这个空间表现是不错的 前面这边已经是我的标准坐姿了 然后它的这个 腿部空间你们自己看了 大概是有超过两个拳头 然后如果我是坐直一点的话 我的大腿支撑基本上是support够的 中间可能会短一点 但是中间底下的这个地板几乎是全屏 后面坐三个人中间坐一个小朋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后面有人去出风口加这个USB的链接 所以你可以为手机充电 这边有这个读书灯 它的读书灯是LED的 质感是不错一下的 那么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有一点我要称赞的就是它的音响效果 这辆车跟其它的Cherry车款一样 同样都是搭载着这个Sony的音响系统 不过在前面听的话呢 你会觉得 这个音响效果不普通通 可是在后座听的话 那个音响效果就比较震撼了 同样的在这个价位 它的音响效果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逼的 现在就播放一段歌曲给大家听一下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 这一个Tigo 7 Pro 首先呢我要必须讲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平时很喜欢 吐槽这个Cherry的车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他们的驾驶感受啦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啦 不过呢这个Tigo 7 Pro 确实有给到我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啦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它真的是降低了它的车身高度 让它的重心比较低 所以整台车开起来 你会觉得这辆车不太像一辆SUV 比较像是 Crossover的感觉啦 我为什么那么讲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Suspension呢你会觉得它并不会像 Tigo 8 Pro 或者其他的SUV那么比较摇晃一点点 因为他们的车身离地高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会有样子的情况 但是这个Tigo 7 Pro 其实还好 它的悬吊基本上还是在兼顾舒适的那个类型 它的操控表现不会到像那种运动型的SUV那么好 可是最起码它这一次是让我可以接受 在市区驾驶的时候我觉得它整体的表现都还不错 悬吊的过滤碎震还不错 然后在经过那种减速带或者是bump的时候呢 车身的摇晃并不会太明显 然后坐下去的时候 我又会感觉到这个车身的高视野 也就是SUV的高视野 那个优势还在了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 这辆车让我可以接受的地方 然后加上刚好这两天我其实也在开着另外一台 C segment的SUV就是这个 Hyundai的 Tusun 这台车名字该怎么念呢 很多人都不会念或者是念错 那这台车真正的念法是 Hyundai Tusun 对 Hyundai Tusun 所以我就 就拿这辆车来做个对比 如果overall来讲 在运动表现跟操控表现的部分 其实这个Hyundai Tusun还是会深一点 但是因为这两款车呢 它们的价格其实真的差了蛮远一下啦 一个挣200千一个差130千 所以我就不要这样子 说对比有点不公平 我就直接拿着一个 Proton的S70来做对比 如果是以Proton S70来做对比的话呢 Proton S70的悬吊是更加的舒适 所以导致了它的车体晃动会比较明显 然后它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也没有那么的清晰 如果在这个Tico X7 Pro的话 它在这一方面它会略为深一点点 它的悬吊是软但是并不会到很摇很摇 然后它的方向盘指向性也会比起这个S70更好 等一下看一下我在转stairing的时候的动作 大概你就知道 那个差异在哪里了 OK 你看我现在可以转弯 基本上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转动是随传随到的 Roll 车底的这个body roll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还有一个点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 1.6T GTI跟7DCT的表现 因为我之前我也开过Omoda 5 我也开过这个Tico X Pro Tico X Pro的动力很强 但是Tico X Pro它是偏柔顺的设定 可能考虑到它是一个大5座也就是5加2的设定 所以 原厂把它的动力调教到没有那么的激进 然后至于Omoda 5的话 Omoda 5是一个1.5的MPI Turbo Engine 它本身也不是主打这个动力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两款车的动力调教都比较柔顺点 但是这个Tico X Pro我现在在普通模式给你们看一下 加速 踩油门 你看 它的速度上是很快的 然后你看我切换车道的动作 其实会比起这个Tico X Pro跟Omoda 5更加的流利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然后它的这个7速的14式双离合器变速箱呢 在换挡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就是讲它不会讲换挡的时候我要怀疑人生 我要考虑个一两秒才来换挡 就是有一些变速箱是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它都是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是我个人不大能接受的地方啊 因为双离合器变速箱 你本来就是应该换挡快或者推挡快嘛是不是 但是有一些厂商就是把它调教到 很懒惰换挡很懒惰进挡这个我比较难接受啦 但是这一台车我觉得可以 如果是讲我切换去那个运动模式的话 我想整体的动力表现会更加的爽一点点 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它会比现在的Proton S70更强的地方 因为现在的Proton S70 我不是讲它那个1.5的Engine动力不够 它动力其实也OK的 只是相比之下这个Tico 7 Pro会更强一点 就是 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啦我只可以这样子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从后面的镜头看到我在抓steering的这一个动作 我在转steering的动作 这个steering跟车体的这个动态其实是OK一下的 所以整台车的组合起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它是我开过所有Cherry的车款里面 动作表现最好的那一款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点surprise啦因为我知道的是Tico 7 Pro跟Tico 8 Pro是双身的车型 它们的关系就有点像Tico跟Tico 8 Space 一个5座一个7座 所以我原本觉得它们的这个驾驶感受应该会差不多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Tico 7 Pro 开起来还不错一下子 当然啦我讲到这点的话可能又会有人讲我吹它们啊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这一点我是真心实意的没有吹 因为我自己都还蛮surprise一下这辆车给到我的感受是 诶我还可以接受的 然后我跟我的同事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也很奇怪 诶原来你会讲这个Cherry的车可以 因为这辆车确实是可以 我相信这款车应该很快就发布应该在5月的时候发布 发布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这个展示厅试驾下 然后要求那个Salespan给你们去一个比较远的路驾下 可能你们试驾过弯表现等等 你就会知道我讲的东西是没有差的 然后最后点就是这个油耗表现 油耗表现我没有办法share太多因为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驾驶方式 并不是一个正常人开车的方式 然后我们会停着 拍影片 然后再加上 这辆车还没有run in 所以它的油耗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准 这个等以后我们有机会拿车 才来做一个油耗测试或者其他的东西啦 不过整体而言这辆车给我的第一感官 确实会比当时Omoda 5 跟 Tico X Pro 给我的这个感受还要更强烈 所以我会觉得这辆车 的整体配置 就是加上它的这个价格应该会在马来西亚 获得一个不错的销售成绩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吐槽 这个是目前我跟这辆车接触了两天三天之后 唯一点我要吐槽的就是这个轮胎身有一点吵 所以我觉得 大家想买车的话这个轮胎可能是需要换一下的啦 那么我必须讲一下我的总结 这辆车是目前其类在马来西亚的四台车里面我开到我最喜欢的那一台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操控表现不错 然后又兼顾到了舒适性 空间表现跟使用性都很好 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会问我就是讲 这辆车如果跟这个Proton S70做一个对比的话呢 谁会比较有优势 如果以现在在卖这的S70跟它对比的话 Overall 来讲这辆车其实会好一点点 不过我也必须讲啦 这个Proton S70也要推出一个MC2的版本了啦 所以到时候 入死谁手那个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以目前来讲这辆车是略为好一点点的 那么我必须要称赞的真的是它这个1.6的Engine 其实做的还是蛮成熟一下的 这点让我还蛮surprise的 另外呢大家想不想看这一个Tigo 7 Pro跟Proton S70做一个对比 想看的话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如果有足够的人数想看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啦 那么如果满分十分我会给到它8分以上啦 因为这台车我觉得最主要的卖点就是它的性价比跟它的实用性 那么这一点我没有跟大家开玩笑 等新车发布之后大家可以去展示厅看一看 你就会知道这辆车它的好处在哪里 还有它的优点在哪里 然后我相信可能也会有一点朋友会纠结 就是目前这个Omoda 5它的顶配版本是大概是 119,000 然后这辆车预计大概会在 129,000左右 相差时间快应该怎样去选择 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是个年轻人你可能只在下你女朋友或者你是一个单身狗你不需要载人的话 Omoda 5大概是你很好的选择 如果是讲你可能有一点载人载务的需求然后你需要一个表强的动力或者空间表现的话 那么Tigo 7 Pro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对一个这个新车的初次试驾体验啦 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同样的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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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